《创造影2021》的社出代表 李璐修回家之路遥遥无期 人气继续狂飙升的他 这次果然又是成功晋级了 大家都知道 《创造影》里有一个孤独的男人 但是从第一次公演开始 他从一个人的形单影之 变成了跟队友在一起的 形影不离 说的就是你 李璐修不要装看不见 装听不见是吧 我发现他跟你说 他想听懂就听懂 想听不懂他就听不懂 我就是想感谢王小成 因为他一直帮助我 我觉得你真的值得站在那边 我希望你今天会站在那边 哇 今天李璐修主动说话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来公布你的成绩 李璐修很遗憾 但还是要说恭喜你 第21名 请前往你的 李璐修 李璐修 来吧 乖丽 李璐修 很遗憾 恭喜你 你该来的 现在来的 现在回家 很遗憾 他刚才说很遗憾的 然后他是 我们相聚了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感谢我的好朋友王小成 然后 关于我的位置 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 我今天是赢了 但是 对我来说 我又一次输了 因为 我真的不想成团 然后 我的梦想是 我想 做设计 有自由 然后 自己做模特 但是我感谢 真的喜欢我的人 因为 因为 我真的 没想到 我会 又站在这里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而朋友被淘汰 也让李璐修 都忍不住哭了 你不会也哭了吧 天哪 我 我现在能看到你哭 我真的说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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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补个窗 补个窗 不要哭 不要哭 你不哭 不哭 我比较悲观 但是他比较 天天开心 但是我知道 这个节目对他说很重要 他 被淘汰了 流了一个泪 很可惜 不可惜 不可惜